南騎士壓車過彎 沒想到下一秒車輛壓過人孔蓋 隨後失控衝往對象 對象小貨車閃避不及 兩台車撞在一起 南騎士當場飛了出去 後方騎士看到 趕緊停下回頭查看 機車車可零件四散 貨車右前方板筋也受損 上個月25號下午一點多 18歲蘇姓南騎士 新京台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一段時 突然逆向行駛 看對象開著貨車的無心男駕駛 瞬間對撞機車盆飛 畫面相當驚險 有網友看了說 帶行車記錄器的人停車的地方 有朋友死在那邊 那個彎處有個突出跳動 很容易煞不住 也有人說路面不平造成意外 似乎過往曾經發生死亡車禍 因重心不穩 偏移至對象車道 與對象的自小貨發生差撞 那雙方是沒有酒駕的情形 重回車禍現場 人孔蓋剛好設在彎道處 車輛呼嘯而過 一個不小心可能摔車 加上這條道路時常發生車禍 也讓附近居民心有餘悸 一般來看都不能睡 他們都沒運氣都停掉 他們的大台重機最大聲 碰碰的 居民說 尤其是假日常有不少騎士飆車 車速相當快 所幸南騎士四肢擦傷沒有大礙 但精選車禍嚇壞附近民眾 記者聯員兵位於文台中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